英名男子走路遙遙晃晃 越過馬路後 消失在鏡頭前 但過沒幾秒鐘 他又回過頭 還越走越中間 險些被車子撞上 但他手裡 疑似拿了什麼東西 接下來他的舉動更奇怪 竟然闖入校園 拿力氣傷人 小孩子怎麼知道 他會突然會 拿那個什麼 綁鐵的鉤子 來打他 刺他 被打的是這名男同學 左耳被畫傷 還貼著紗布 心有餘悸 因為當時他只是 老師和朋友在校園裡面的廁所洗車 則我們也沒想到 會遭人攻擊 我下個廁所 廁所 你是去上廁所還是 去那邊洗車子 洗腳 他會覺得很害怕這樣 沒有 是被打起來害怕 新竹一所學校 校園裡面出現有學生 遭陌生男子攻擊 附近住戶們人心惶惶 警方調略監視器 24小時內 逮到罪名嫌犯 罪名判顯示公稱 他是因為酒罪 那才會以為 小孩子在對他挑釁才對他攻擊 這名34歲的 謝忻嫌犯落網後 變稱酒後失去印象 對行凶傷人的事 都一概不知 但還是被警方移送法辦 只是現在放暑假 校園安全亮起紅燈 小朋友遭陌生人用力氣化傷 叫家長 怎能放心 記得新竹 這麼報道 這麼報道 按照片 確認